大陸行动支付的方便性 已经到了出门只要带手机 其他现金、信用卡都全免了 台湾的第三方支付起不晚 目前以扫描式感应和电子钱包为主 目前这七家都陆续开业 由于只能赚取微博手续费收入 谁的市站能脱颖而出 还有待观察 面对Apple Pay即将登台 这两间公司老板倒不觉得是竞争 而认为是合作机会的展开 Apple Pay在全世界已经进入了12个国家 年底会到台湾市场 线上有支付宝跟智通 两个经有的服务的执照 那我相信未来跟Apple这边 应该在这个支付这一块 有很大的合作的一个机会跟空间 在线下这一块可以优先跟Apple Pay来做一个整合 对举止来看的话 我认为那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因为我们做的是第三方支付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做得够好 那么Apple Pay也好 或是Google Pay也好 其实它都有可能变成是选择支付的工具之一 所以它是有一种合作空间 倒不是竞争的特性 虽然老板们都兴奋推演 但Apple Pay推出两年多 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成绩 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消费者支付习惯难以改变 是最大的挑战 等环境的一个养生 比你广告应该是更重要的 苹果正努力发展交通乘用卡等附加功能 期望吸引消费者改变现行支付习惯 台湾厂商也是一样 得面对生态转变的漫长过渡期 财经中心台北报导